英雄联盟2019的全球总决赛即将结束了 你嘴看好谁夺冠呢 尤尤尤尔最近多尼都沉浸在比赛中难以自拔 所以在玩猫和老鼠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吼 如果猫和老鼠开局也能禁用角色的话 那我应该搬什么角色呢 哎呀呀 要说这个BP嘛 最重要的就是知己知彼了 那我们就来说说那些相爱相杀的猫和老鼠 首先玩侦探和国王的朋友 一定很讨厌侍卫汤姆啦 因为侍卫汤姆的一技能警戒 可以消除一切药水和隐身护盾技能 哎呀 这个就很骚啦 毕竟侦探和国王的核心就是隐身和盾嘛 你这不是废了人家的看家本领吗 你这样让人怎么玩 怎么玩 这是你的问题 不过呢 侦探杰瑞还有一个凡人的对手 就是橘猫莱特宁 因为莱特宁的被动二级 就是能够时刻发现被标记的老鼠的行踪 也就是说啊 万一被标记上了 即使你会隐身 猫咪也在从地图上观察到老鼠的行踪 其次就是牛仔杰瑞 虽说吧 是可以对抗细心的老鼠 但是要是遇上牛仔汤姆 他就是个弟弟啊 牛仔汤姆的斗牛和鞭子呢 都可以把仙人掌给弄没 最重要的是鞭子攻击放得广啊 你看你看看 就算这个斗仔杰瑞弹个吉他 牛仔汤姆也可以在吉他范围之外来一边嘛 这样就这种残血还装不**的老鼠 还有就是太妃了 这是圆滚滚的太妃 遇到黑猫就滚不起来了 黑猫只需要挠一下 太妃就爬下了 电脚直接抓 就可以把太妃给抓起来了 唉 这有多绝望 你别 你气别 好的 关于这些猫猫叔叔的 你最讨厌谁呢 所以想禁掉谁呢 可以留言和短妮分享一下哦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收藏咯 爱你们哟